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人都想拥有一个好财运 但是如何才能知道一个人有没有好的财运呢 其实我们可以从面向中看出 在我们的面向中有五个隐形的财库 分别代表不同年龄段的财富状况 如果这些财库升得好 通常能够家财万贯 今天小江之老师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五个财库 教友们可以参考了解一下 一 太阳穴 30岁前的财博功 太阳穴饱满润泽 则代表30岁前财运不错 而且能够积累财富 若塌陷 涨疮 暗青 则代表无论你多努力 多成功 30岁前都难以积累财富 其实也不用担心 人生的路很长 现今社会绝大多数人都是太阳穴塌陷的 放平心态 当做是人生的学习和历练就好 二 鼻子 30到50岁的财博功 鼻子的部分比较宽泛 具体分析的顺序是 硬糖 鼻梁 鼻头 鼻翼 硬糖要宽阔至少1.5个指头宽 硬糖宽阔30岁前的事业成果 才能顺利流转下来 鼻梁要高 值 即塌陷或者鼻结突出 可掌控事业的发展和权利 而且人缘也好 鼻头若原型则为正财运 即通过稳定工作 个人劳动所得 非投资型财运 若坚行则为偏财运 所谓偏财不是投机 甚至赌博 而是指不稳定的收入财富 比如说投资 创业 保险 业务等工作方式 无论原型还是肩型 饱满 白润或者红润为好 暗青 粉刺 酒糟鼻 无肉都是不好的 鼻翼要宽 厚 有力 代表能够守住所获得的财富 若反之 建议各位朋友 在50岁前就将财富转换为固定资产 或者投入到事业当中 切记重于存款的形式 3. 食仓 路仓 50岁到60岁的财博工 食仓 路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中 人中要饱满圆润 代表着财运亨通 能够积累财富 若是有文轻质破 代表50到60岁期间有大破财 4. 耳垂 60岁后的财博工 耳垂肥大 饱满 白润 代表60岁之后财富无忧 而且生活品质也不错 5. 手指 一生的事业天赋和财运 我们再通过手向了解到自己有什么天赋获得财富 很多朋友一谈手向都自然的想到掌纹 其实手向学呢 还要看手指 长色 软硬 其中手指就能反映出事业的天赋以及财运 拇指代表决心和执行力 适合在大型公司里获得公司重用而提升财运 拇指代表管理能力 适合从事管理统筹类的工作 能够带领团队高效运作而获得财富 中指代表学术研究能力 适合从事学术 文学 科研等领域的研究工作 以此获得报酬 无名指代表鉴赏能力 适合从事采购 买手 拍卖 艺术品交易 演绎 经营事业 为止代表经商和沟通能力 适合从事经营 业务招商 投资 金融的事业 具体哪方面的天赋强就要看哪根手指长 长的定义是除了拇指外 高于旁边手指第三指节的第二分之一处 拇指要至少达到十指第一节的二分之一处才算是长 我们除了上述面向特征了解一个人的财运外 也可以通过观察脸部的其他特征了解一个人的一生运势吉凶 具体怎么看呢 小将之接下来就会将我们具体讲解一下 一 额头 主要看一个人少年十五到三十岁的运气 与父母的缘分 父母的助力 智力 社会活动能力 事业 相当于八字中的正宫 额头也能看得出先天运 耳朵轮廓分明 耳型好 无崩缺 额头高阔 无凹陷 色泽明润 发际清楚 表示家庭条件好 得父母帮助大 少年运气好 额头高的人一般比较早熟 社会活动能力较强 交际广泛 早踏入社会 适合外向型反应快的工作 额头越高 自尊心越强 相对的也就越自大 额头低的人性格比较内向 不善于社交 适合技术工作 进入社会较晚 额头宽的人比较知性 能够理性判断的人 额头越宽越骄傲 自恋的倾向也就越强 额头窄的人思维并不敏锐 是一个做事情恳 踏实的人 额头越窄 幼稚的性格就越明显 有感情冲动的倾向 印堂呢 就是我们两枚之间的位置 如果一个人印堂上生有一条树纹 这样的人可能会易怒 而且很容易斤斤计较 有时还会比较小心眼 往往产生的麻烦和烦恼都是自己造成的 应多注意 二 眉毛 眉毛代表31到34岁 如果脸上眉毛长得特别好 相对之下的部位比较频繁 代表31到34岁左右的事业运最好 以男生来讲 眉毛要有脑有脚 要长过眼睛 而女生要细长弯曲 面向上的眉毛要求得生顺则为利 如果有逆眉 断眉 眉毛起旋 眉毛短则代表了不利 眉长过目为美 这样的眉毛代表了好运 这地方为兄弟功 如果一个人的眉毛生有中断 且比较杂乱 这样的人性格会比较急躁 爱发脾气 很容易得罪人 俗话说的好 多一条朋友 多一个路 得罪了别人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很多不顺 应该注意心态平和 如果一个人两条眉毛之间有很多细巧的绒毛 像把两眉连接起来 但是并没有连接上 这样的人可能胆小怕事 敢说不敢做 但是这样的人很细心 想的会比较多 有时可能因为别人无意中的一句话 就会给自己带来忧郁和烦恼 使运势和心情都变差 如果一个人的眉毛会生得好像每根眉毛都竖起来一样 这样的人性格会比较刚烈 说话不会委婉 经常在交谈中得罪别人 需要多注意以免影响与他人之间的关系 影响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三 眼睛 眼睛代表35到40岁 眼睛要有神 黑白分明 因为眼神代表企图心和争取 脸上眼睛部分长得特别好 代表在这个年纪事业运最佳 眼在面相中是很重要的 要求有神 一般三白眼四白眼在相学中代表了不利 女性有这种眼睛则亦有婚姻不利 大眼的人感情亦冲动 小眼睛的人相对偏理性 认为眼睛细长的人亦有好意情缘 眼睛细盼的很多 主要是既露白露白则会不佳 四 鼻 鼻子代表41到50岁 鼻子要挺 有肉 鼻翼左右张开 鼻孔收 不过女生鼻子太挺 容易化婚姻为失败 在面相中代表了财运 女性则代表了复兴 一般以龙后为准 以准头为美 这个在面相中所沾的位置不能太小 太小了财运欠佳 女性婚姻不利 在鼻子中要由挺拔适中为美 肌露骨 鼻孔仰天 鼻子部分也代表了中年运势 生得好的人 中年会有发展 如果一个人鼻梁上 生有横纹或者斜的纹路 这样的人可能在事业方面会有不顺 而且口舌是非会比较多 有时可能因为一件小事 就与他人争吵 给自己带来烦恼不说 还有可能会因此得罪他人 影响人际关系 使事业受到阻碍 五 人中 人中代表五十一到五十五岁 人中要长 又分明才算好 因五十一岁后 人生应该稍微安定 而安享晚年 子庭及子女关系 鼻子与人中属于两性骄然之处 故人中越长 两性骄然越频繁 人中短 孩子就少 六 嘴巴 嘴巴代表老年孕 就是五十六到六十五岁左右 嘴巴要红又厚 如果嘴唇生得较厚 而且又向外翻起 有这样面向特征的人 在情欲方面会比较重 经常有说不清的男女关系 如果是嘴唇很厚又非常的鲜红 那么桃花孕会更旺 所以需要多多注意 以免因此而影响到自己的运势 如果一个人嘴唇生的比较厚 这样的人大多比较有才华 有事业心 做事呢也认真负责 但是在情感方面 可能会多出些问题 容易因为自己或者对方变心 而不得不开始新的感情生活 其实这时双方都受到了伤害 带来的不仅是烦恼 还有忧伤 小江之老师 最后还是要再强调一下 即使你面向再好 你不努力 好运也会慢慢离开你 不好的面向是可以通过努力去弥补 只要你肯努力 是可以绕到这杆的 三分天命 七分人为 就是这个道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江之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江之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迷你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